在今日定期会议程中,先议员肖志全针对关怀据点长辈需要用到健保卡报道用以防臂的规定 先议员肖志全就表示,因为长辈时常忘记或已是健保卡 而后续的补报道程序也造成据点志工的困扰 鉴请涉牢处建议中央取消健保卡报道的机制,以另外的报道方式来替代 我听您口中的意思,就一定要用健保卡 不管在时来报道还是报道,一定都要用健保卡 老后人家在时有时,回去饭吃吃,睡着到,报道不记得了 如果不记得,他就报道过问题,就要让这些志工,又开始要抖抖 要求他找卡来,后天再来报,叫他回去拿,来打进去电脑 我是觉得我们建议中央,既然你要运作我们据点的志工,他们会赢这些业务 应该用信赖来代替黄币会比较好一点 先议员陈汉利针对日前南干工业区发生值灾死亡事件 县府处理效率有待提高,并且在值灾死亡补偿金额仅有5万也稍嫌不足 希望明年度能够考虑增加为10万元 我在这边先问我们的那个社会处处长 在8月24号呢,我们工业区有一个这个劳安的事件 那我刚刚有打电话问你 那处长,你们到现在南投县政府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处置 觉得时间拖太长了 我相信那个家属都已经处理完后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希望未来这种事情要速占速占 因为劳安而往生的这样子的,我觉得5万块太少了 这个我希望我们把这个当作议题来讨论一下 是不是未来可以明年以后可以调为10万 在今日定期会议程中,议员们针对关怀据点 长辈报道机制以及劳工职在问题提出建言 希望县府社劳处能够参考改进 以保障献民的权益 记者陈伟一,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我记得清楚了,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都会会的 详细会采访则